大家好我是Paul 就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有一個字叫做Zaddy 就在這裡 So what is a zaddy 是時候我們來解釋一下這個東西了 So this is a trending term 其實我不知道 我真的只是看網路看來的 我根本不知道它在trend 總之Zaddy 其實你在猜不會太難猜 你看他給你一張照片 那這照片就不是個年輕小帥哥 就是小鮮肉 那你就想到可能他是比較年長一點點的 那你就想到Daddy這個字 那加個Z在前面把D去掉 變成Zaddy Zaddy 其實英文字母Z這個字 一直有著他的 有種他特別的一種感覺 你知道嗎 Z這個字 所以像很多外國人取一個名字叫Zack Zackery Zack 好像是 那我們一般就會覺得 應該是個蠻帥的人 你可能想像一個很醜的外國人 他的名字叫做Zack 一般的Zack都是帥哥 我不知道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偏見 講這個好像 實在是沒有任何說服力 我必須要說 可是這就是一種奇怪的偏見 Zack 但是明星裡面只要是Zack都不醜 或許明星本來就沒有醜 總是扯飯店 回來這邊 所以你看這個帥氣老爹 所以你看這邊說了 Goodbye D-I-L-F and hello Zaddy 所以拜拜了 這個D-I-L-F 然後呢 我們先迎進來了 Zaddy 什麼是D-I-L-F呢 有點兒童不移這個詞 但我們還是講 沒什麼好不講的 我們其實更早看到的是M-I-L-F 這個詞 然後呢 後來就變成另外一個版本 D-I-L-F 把M換成D 總之後面都是I-L-F 那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是 mother or daddy that I like to F 就是我想要跟他發生性關係的 媽媽或者爸爸 那我記得這個詞的源頭 就M-I-L-F 的源頭 M-I-L-F 我們就其實可以唸得出來 就M-I-L-F這樣子 所以或許這個叫做D-I-L-F 所以M-I-L-F的源頭 其實是那個美國派 有一個電影 美國派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很成熟野燕的媽媽 那後來真的跟他們幾個 這個美國派就是 American派這個電影 就幾個高中生 然後他們一起畢業啦 然後畢業前發生了一些 很有趣的長大等大郎的故事 簡單的說 那其中一個年輕人 就跟這個很野燕的 他的朋友的媽媽 發生了關係 那總之 那這個字就很巧妙的 可以用在這個套在這電影裡面 總之就是M-I-L-F 跟D-I-L-F 所以這兩個字應該沒問題 所以他們說 所以這邊文章就是說 D-I-L-F 已經不流行了 Goodbye D-I-L-F and hello Z-A-D-I 我們歡迎Z-A-D-I這個字 跟H-O-N 所以It's all over the comment section of TikTok 所以在抖音上很紅 其實應該已經很紅 很一陣子了 所以TikTok跟Instagram 抱歉 所以 到底什麼是Z-A-D-I What is a Z-A-D-I exactly 好 所以下面就開始說了一些些 他前面先講了一個 這個電影裡面的一個 不是電影 就一個劇集裡面 叫Law and Order Law and Order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翻 我們好像也沒什麼台灣人在看的樣子 那裡面有一個明星叫做 Christopher Maloney 其實我也不認識他了 但總之 他好像這就是Z-A-D-I的一個 典型的一個代表形容 似乎就他了 OK Z-A-D-I 為什麼他被叫做Z-A-D-I 沒有我們剛剛那張照片帥 剛剛這張比較帥我覺得 我連漏回來都要一點點時間 搞什麼鬼 Anyway 所以我們先回來 往下看一下一些Definition好了 所以我已經先查過一些字典 就字典說 到底Z-A-D-I是什麼意思 那當然其實也是從這個網站上 他直接quote下來的 所以第一個這裡說的 他說Z-A-D-I是一個 an attractive man who is also stylish charming and self-confident 所以其實也就是我們 我們的概念中 成熟穩重 有魅力的男人 so an attractive man 魅力的attractive 吸引人的 who is also stylish 所以style這個只有風格 把它變成形容詞stylish 好所以他很stylish 穿得很有風格 charming就是魅力 魅力還有另外一個字 就是charisma 順便也認識一下下 那形容詞就是charismatic 所以發音有點中音在不一樣的地方 charisma charismatic 那charismatic跟charming就比較像 就是很有魅力的 那以及他也很有自信 so self-confident 所以這三個東西 或者四個 attractive stylish charming and self-confident 所以你只要是這樣的人的話 你就是一個zaddy 酷喔 所以這是第一個definition 那就是dictionary.com的 然後接下來這個我最信賴的這個都市字典 urban dictionary 那他也說了一下下 so zaddy can also be can also be used to imply sexual roles 所以他也可以是在這個性方面的角色上 那這個我加減熟一點點 不要問我為什麼 那總之有一種就是這個 一種你可以說是玩法吧 或者一種特殊的關係上的一種 一種 一種 一種關係 一種關係 總之有一種關係 就是ddlg 什麼東西呢 我們把它拆開來看 dd就是dom daddy 這個dom就是dominate這個字 dominatrix 就是主導的 ok dominant 所以dom這個字 拆開來之後 就把它延長之後 可以有動詞名詞各種的變化 我剛剛說dominate是動詞 dominant是形容詞 dominatrix是名詞 anyway 所以你是一個主導的一個daddy 所以滴滴搞定了 那lg就是 不是那個韓國品牌 這lg是little girl 所以你跟這一個人的關係 就是你是主導的daddy 那他就是你的小女孩這樣 他是你的小女兒 daddy little girl 對就這樣子 這是一個特殊的一種 你說玩法也可以 ok 所以這邊講的這個zaddy 我相信他imply的就是這種特殊的關係 所以imply sexual roles 所以一個a more dominant 看到剛剛講的其中一個 position in a relationship 所以你處於一個比較dominant的一個 在一個關係中的位置 所以你是一個zaddy 所以這是一個 a modernized term for daddy or poppy 好 yes 所以比較現代化的一個term 就是zaddy 所以這是urban dictionary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比較紅的這個tiktoker 那他總共有一百多萬的follower 那他也進一步解釋什麼是zaddy 所以他說的是anyone basically with swagger or style 所以只要你有swagger 什麼是swagger swagger 當然還有swag這個字 你如果對台灣的一些這種比較邊緣一點的 就不太正經的一些文化了解的話 就台灣有一個公司出了一個app 那這個app好像就叫做swag 那上面就是素人拍的一些不太正經的片 所以你可以付錢然後看這些不正經的片 那所以到底什麼是swag 你可能說那這表示是色情 不是 swag一點色情意思都沒有其實 swag本身就是你的一種屌屌的態度 ok 那種屌屌的姿態 swag 走起路來 拽了二五八萬四的 這就是你的swag ok 所以swagger就是他這個字的變化 所以要是你屌屌的 你很有swagger 或者你很有style 你就是一個zaddy 好 所以這樣都理解 好 然後下面還教你怎麼把zaddy用在一個句子裡面 zaddy is so fine go zaddy zaddy appreciation post or just a single word zaddy 好 然後他也跟你說了一下這個term哪裡來的 其實2016年就有一首歌 這個歌裡面就有這個字了其實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你 就是他是daddy的一個變化版本 的確是沒錯啦 so this is an alternative version of the similar term daddy not in a familiar sense 所以不是你家裡的那個爸爸 所以強調一下不是familial sense familial這個字你可能不太很熟 事實上就是family這個字的形容詞 family familial 這樣子 其實不過family這個字本身自己當形容詞也是很ok的 像我有一些家庭上的責任 你說我有family responsibilities很ok 你沒有一定要把它變成familial responsibilities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也想跟大家複習兩個 我們很久很久以前看過的 在流行裡的詞流行詞彙 一個叫做normcore 一個叫做dadcore 這個core是核心 也就是說你這個流行的穿搭上 是用什麼當核心的 那什麼是norm normal 所以什麼叫做normcore 穿得像一個正常人一樣嗎 沒有錯 所以這個normcore好像還可以翻譯 反譜歸真的概念 所以normcore的穿搭 那這種簡單無風格 normcore 穿得像正常人 難道有穿的不正常嗎 我們看一下normcore長什麼樣子 真的就是看起來還蠻正常的一種樣貌 那他甚至像有一些那種很正常人的一些配件 例如說霹靂腰包之類的 就是normcore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叫做normcore 看起來真的就是很正常人穿的打扮 那另外一個dadcore 就是穿得像老爸一樣 所以真有你看dadcore 穿得像爸爸一樣 這就是流行 所以下面他也真的有這個叫老蝶風 好吧 我是不懂啦 但總之這是fashion OK 好 所以今天這篇大概比較短 但我覺得無所謂 我們就介紹一個很酷的字 叫做Zaddy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好好看 我們下次見 又吸引 另外